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乌克兰反侵略的战斗取得胜利 对全球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习近平当局正紧盯这场战争 希望从中吸取武装入侵台湾所需的动力和经验 同时中共也在密切观察这场战争对普京的影响 综合报道 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李摩尔21日 在美国克罗拉多州阿斯本安全论坛中表示 近来俄军攻势虽有些许进展 但只推进了几英里 当真正攻占目标时仅胜空壳 就在俄军筋疲力竭之际 普京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暂时停手 而这会提供乌克兰人反击良机 与此同时 乌克兰人的士气依然高昂 他们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精良的武器 普京显然错过了乌克兰人的民族性 对乌克兰人来说 最重要的不仅是维持部队士气 还要提醒欧洲国家 这是乌克兰人可以战胜的一意 据乌克兰官方21日估计 俄罗斯已使用55%至60%的 战前高精准武器库存 并说由于西方对俄制裁 莫斯科将难以补充这些武器 穆尔当天还强调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如因一般紧盯乌克兰战况 迫切希望从中汲取教训 同时关注这场战争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带来的影响 这也是西方必须从乌俄战争上强硬起来 帮助乌国取得胜利的原因 至少得让乌克兰从一个强势的位置展开谈判 莫尔认为中共毫不掩饰自身野心 认定美国和西方软弱的看法也是根深蒂固 习近平可能蒂固了美国的决心和力量 从而在我们过去几天一直讨论的问题上产生误判 尤其是台湾问题 莫尔进一步提到 西方因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共发生军事冲突 完全不是不可避免 但西方必须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清楚表明 一旦他误判侵台将面临严重后果 由西方来通过乌克兰战场提醒习近平潜在风险是很重要的 此外 莫尔还批评中共跟着俄罗斯敲锣打鼓 兜售普京对乌克兰的观点 另外 莫尔还指出中共如今超越反恐 成为秘密情报局的首要情报任务目标 据路透社报道 莫尔表示了解北京如何追求自身战略目标 是个尤其复杂的挑战 莫尔指出 若你深入到该战略背后 去了解中共高层如何实行和组织 其战术意图为何 还有他们正在增强的能力是什么 那就剩一个黑箱 英国情报局这样的组织可以发挥作用 帮助英国大臣和政策制定者去了解情况 好让他们能驾驭这种与中国人的复杂困难关系 中国经济的衰退又蔓延到又一产业 中国铁和金工业协会的一份最新的决议曝光 该协会某系会员单位表示 从即日起现产减产60% 并且强调要做好未来三年过苦日子的准备 金融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行业 而是如今中共国百页凋敝的现实写照 自由亚洲援引行业媒体 我的钢铁网披露 7月22日 中共铁和金工业协会某系专业委员会 召集全国40余家某系会员单位 召开紧急视频会议 随后该机构发布了相关决议 决议称从即日起 严格限减产60%以上 最大程度的减少外矿采购 避免高框架带来的风险 决议还仅是全行业做好三年过苦日子难日子的准备 决议最后强调 只有严格落实限减产少采购 才是行业自救的唯一出路 别无选择 面对严冬 全行业只能抱团取暖 才能度过危机 随后中共铁和金工业协会会长单位 鄂尔多斯市西金矿野公司 一位不愿居民的部门负责人表示 铁和金为钢铁企业的重要原料 因为钢铁价格暴跌 使下游的铁和金行业也受到影响 这位负责人还暗指官方夸大经济形势 表示三年苦日子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严峻的经济下行现状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分析指出 该行业如今的困境 其实是中国百页凋敝的写照 刚才企业凋敝的原因 跟基建就是房地产投资有关 房地产开发企业上半年的销售 下跌了48%以上 第二个就是汽车 传统的车企现在也是降了30%左右 中国经济下滑估计不止三年 这个趋势无论是谁恐怕都难以扭转 台湾政治学者李友谭分析认为 中共铁和金工业协会的主管部门 为国务院在行业内具有权威性 此番撕开习近平宣称的大国面纱 这份决议随机被中国各大财经媒体转载 现减产60%以上 三年苦日子等字眼 刺激着当权者和民众的神经 中国人口危机不断加剧之际 官媒报道称 中国未来10年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 平均每年2000万人退休 劳动年龄人口也随之大幅下降 如何保障如此集中的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 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综合报道 官媒半月谈日前发文称 从2022年开始 在1962至1975年 这波婴儿潮中出生的男性 将陆续达到60岁的退休年龄 大多数出生于1972年的普通女职工 也将在2022年退休 因此 从现在开始至未来10年间 中国将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 平均每年增加约2000万退休人口 据大媒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随着退休潮的到来 养老金压力也会增大 劳动人口也会大幅下降 报道引述 复旦大学老林研究院院长 彭希哲的分析称 退休潮中 每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 仅有1700万到1800万 因此每年都会减少 300万到500万的劳动年龄人口 今年仅北京江西等地 就将减少300万到500万劳动人口 近年来各地退休人口也屡创新高 广东逾700万人 这将更高达915万人 彭希哲还指出退休人数增加 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多 与此同时 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会持续下降 目前中共的养老保险依靠三大支柱 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 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 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 其中第一支柱占比最大 第三支柱刚刚开始实施 随着中共财政紧张 近年来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 去年中共财政部称 未来十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 8至10万亿人民币 近年来中共当局开始推动延迟退休 同时逐步提高领取 基本养老金的最低脚费年限 对此有网民痛斥当局两头割韭菜 将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转嫁给个体 而且老百姓缴纳的养老保险越来越多 享受养老金的时间却越来越短 甚至将来能否熬到退休 享受政策都成了未知数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 神经科学家莱斯内 2006年在顶尖期刊 自然上发表有关阿兹海默症的论文 直指患者大脑中出现的 β淀粉样蛋白是致病的主因 此后的研究发展 多关注在如何消除β淀粉样蛋白 但如今另一顶尖期刊 《科学爆料莱斯内》这篇论文的 大量图片可能造假 若确实如此 那么学界对于阿兹海默症的研究方向 等于是被误导了16年之久 据报道 科学的这篇文章指出 美国范德比大学神经科学家施拉格 去年接触到阿兹海默症实验室治疗药物 Semuflam 便在各大期刊上查询相关研究图片 没想到最后发现 数十篇期刊论文有明显经过修改或重复的图像 随后施拉格将相关资料回报给美国国家卫生院 最终源头被追溯到本世纪被引用最多的阿兹海默症研究 也就是莱斯内的论文 对此 科学期刊展开半年的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莱斯内的论文相当可疑 顶尖的图像分析师以及阿兹海默症研究专员都认为 阿兹海默症相关研究的数百张图片存在疑点 其中包括莱斯内论文中的七十多张图片 肯塔基大学阿兹海默症专家威尔科克表示 这些图像看起来具有令人震惊的公然篡改行为 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法医图像顾问比克则指出 由于获得的实验结果可能不符预期 因此相关研究的作者似乎将不同实验的照片拼凑在一起 以便和实验当初的假设吻合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苏德霍夫认为 美国国家卫生院对于阿兹海默症所投注的心血可能被浪费了 因为许多后来的学者是将莱斯内论文的结果当成自己研究的起点 谁想到起点竟然是错的 对于学界传来的质疑声浪 莱斯内目前没有回应 千呼万唤万媒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睇今期节目的朋友是Sari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月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媒TV月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月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唯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